睡覺的時候也能賺錢 睡覺的時候怎麼賺錢 是 立剛我們都知道 一個人能夠成為富豪 不是一個偶然的事情 很多富豪 尤其中國大陸富豪 很多都很勤奮 早上五六點就起床 還一直工作到深夜 都是這樣子嘛 人家是很辛苦的 你看那個郭台銘從早批到半夜 是 我跟你講 但是問題是呢 馬雲說我才不是這樣 我每天我最喜歡的事情就是睡覺 他那麼愛睡覺 是啊 那如果他這麼愛睡覺 怎麼會賺那麼多錢 那沒得賺啦 我跟你講他的好朋友 也是他的partner 雷軍就說 對啊 你看馬雲啊 你看他這個樣子 我一天要工作24小時 我一個禮拜要工作7天耶 但是我賺來沒他多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什麼原因 因為我是靠體力在賺錢 馬雲是靠伺服器在賺錢啊 什麼 馬雲靠伺服器 因為他都是 伺服器24小時都不用睡覺 他都是網路的啊 所以機器 這些都是電腦自動幫他賺錢啊 對啊 阿里巴巴 全部都是這個網路上面的耶 他起床幹嘛 你繼續睡啊 反正我們不會賺錢啊 他網路上的啊 那我跟你講 馬雲之前不是推出無人超市嗎 然後現在啊 我跟你講人家要推出無人加油站 那大家會說 無人加油站是什麼了不起 對不對 我們現在都自助加油啊 對啊 自助加油跟無人加油站 有什麼不一樣 對啊 我就直接穿了卡 我要拿個油槍下去自己家 是 你完全錯了 怎麼說 我跟你講 因為他這個無人加油站 是真的沒有人 完全沒人 完全沒人啊 他完全一切全部自動化 全部自動化 對 我汽車一進來之後呢 他會用那個紅外線探測機頭 先辨別你是 哪一個車型 油箱蓋 對 你要加什麼油 我幫你打開油箱蓋 油箱蓋 怎麼機器手臂再打開啊 然後我這個油槍就自己灌進去 然後加好多少油 我再拔出來 然後再幫你蓋好油箱蓋 然後你直接用支付寶 直接支付 全部都OK 完全不需要人 所以你意思說 我連開那油箱蓋的動作 是 我自己都不用下車 對 你也不用下車 他全部都幫你辨別好 然後呢 這麼強 只要一個管理員 這個